台湾推动能源转型建制工程 马步停蹄 由世纪钢铁 携手外资哥本哈根基础建设基金 CIP创下台币165亿元 台湾史上单笔金额最高的 本土厂商离岸峰利合作 未来十年将创造7500个就业机会 我们在观察到80至90亿元 是我们的600MW项目 而这一次首先在中台湾彰化外海 张芳跟西岛区域2019年 两座封厂正式开工 预计创造600MW电力 还有60座水下基础建设 这背后建制团队就是世纪钢铁 从原本的钢购专业 直接跨足离岸峰电 西手同业新光钢打造中部离岸供应链 落脚在台北港 我们目前来讲 那边有一个重建码头 也有16甲的 16公顷的土地 现在正在建厂 做我们梁针定做的厂房 还有也另外规划一个 16公顷的土地作为储存期 钢铁产业投入能源转型 大打本土碑 如今中钢也将投入水下基础建设 但回头来看台湾再生能源占比只有5% 要达到2025年政府设立的20%目标 仍有一大段距离 如何达成四个考验 华语新闻 柯华明晨 舒曼台北报道